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股民的疑难杂症 由老师来开讲 看到下半年度还有7月开始了 盘是先面临外资放暑假去的问题吗 尖早盘尽管一度 指数大涨150多点 不过五盘之后 涨是有点点的收敛 全交量也呈现亮缩 不过盘面转由中扫型肋骨 在领涨 今天甚至扩散到很多的非电股 包含了生计 银剑都有亮点 开始有买盘卡为银剑股的业绩惊喜了吗 怎么来掌握关键的发动点 见问请教分析师张家豪 阿豪老师好 娟姐大家好 我是阿豪 台股本播明显是内资控盘威力强 中小型肋骨 人气热度都很高 哪些目前是还在多方格局 涨多整理又转强要冲的 像联军果然是再度又创高 只要多方去世在真的 不要随便下车吗 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定 要不要爆股还是追股 低档布局股票 有没有关键讯号一定要看的 见问请教分析师曾英杰 杰帅老师好 田娟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到7月份 第三季下半年度的开始期 今天台北股市盘中表现还不错 一度涨超过150点 直盘中12点钟过后开始出现下压 所以我要请阿老师帮大家看一下盘 因为目前整体一个大盘的走势 今天稍微留点上影线 还是外资害的吗 我们看球码 外资今天是转卖的 博卖超力度不大 小卖65亿元 投信近上还是持续站在买方 但我们一直在锁定追踪的 外资的空单水位 目前有点点打死不退的味道 现在还是一直维持在超过2.5万口 因为这个月结算 大概三个礼拜过后 它有可能就真的一路 要跟你赌到结算吗 对 其实如果说有在 差不多这个台子起的 会觉得说这两天 这个盘中的那个震荡真的很大 比如说今天大涨 结果又打回到平盘 甚至在压到平盘以下 那其实我们不然去发现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资 他们压的这个进空单 打死不对 还是在这2万5千口 那至于说他们到底为什么 是真的叫书拨大吗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 这么一样不理性 这个就是回到了 他们在看的一些东西 这个我们上一次 道琼工业指数有跟各位去报告到 所以道琼工业指数 它现在面临了一个 蛮重要的多空点位 那叫做39413 我记得那一天 跟各位去报告的时候 是在这里 那结果在礼拜五的晚上 他又要来挑战一次 最高点到39443 有没有 结果还是没有挑战成功 所以其实外资他们在这个地方 觉得说这个道琼工业指数 他们就是在堵这个点不会过 堵这个点不会过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在这个时间点 可以去布一些 比较避险的一个部位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外资的看法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 应该是在国内的这个主力群 包括说这个投资人 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应对 可能会比较实际一点 今天已经是7月1号了 那7月1号就代表着说 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那换句话说下半年的行情 其实从今天已经开打了 那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个 做一个冲刺呢 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觉得不管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市场里面的这些资金 不可能全部被抽光 所以我们要关心的是 那如果说留在市场里面的资金 到底他们会聚集到 哪类型的股票 所以我们帮各位去整理出来 这个股价三部曲 它很简单 但是在实战上真的蛮好用的 我觉得在重点的部分是在于 资金还是会集中在 这个多头的股票 两个重点 MACD要在零走以上 再来KD大于50大于80 我就举个实际的例子给各位看 有在追踪好盘后节目的观众朋友 应该对这一档会蛮熟悉的 你蛮常追踪他的 对 3047的这个逊州 3047的这个逊州 其实我们上次提到他的时候 是在上个礼拜三 那时候四天 他拉出了两根掌听板 结果休息两天之后 今天变成七天 他竟然拉出了三根掌听板 就一下就工掌听锁死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有人在雇的股票 他不太会去在意说 外资他们到底压了多少的空单 一开盘之后 咻咻咻一下子就直接 而且直接锁涨停 锁到这个收盘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股票 他为什么会涨停 那可能就会有人开始 去追他的题材 这个有跟各位去提过 因为AI 全世界投入那么多的一个资金 跟心力 应该不是只发明出来 跟大家聊天打屁嘛 他最终是要走入 我们的一个生活的 那这个智慧生活呢 就是3047的迅州 它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营业的题材 但是它真正上涨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是多方式的股票 MACD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在零走以上 那有没有发现 它七天里面竟然拉出了三根掌听板 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不是从这个KD站上50 是不是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上去 所以我是觉得说 只要去抓住这一个重点 我觉得在操作上 就比较不会分心说 外资那么多的一个进控单 结果少赚了很多 我们本来应该赚到的一个钱 好 这个是在迅州的部分 帮各位再持续做一个追踪 那我觉得在今天 其实刚才婷娟也有提到了 今天有很多非电的族群 好像开始窜出来了 而且又往上转强的感觉了 对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 稍微去注意一下 最近的一个新闻 7月1号其实有蛮多新制要上线的 那包括说跟房地产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在这个囤房税2.0的部分 所以在之前 其实营建谷它在4月份那时候 地震涨得蛮凶的 那后来呢 大家发现这个房价真的 一下子飙得好高 所以它这个主管机关 有稍微做了一些降温的动作 对 降温的动作 但是今天又是7月1号了 是 7月1号的时候 我们很习惯性的 在10号之前 会公布上个月的这个营收 所以大家很有同感的就是 那这些营建相关的股票 是不是他们在公布的营收部分 还是会持续的 有一个蛮亮眼的一个表现 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营建股 好像又活过来了 那我们就举几档 比较具备代表性的 比如说在代销的部分 营建代销的部分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有没有稍微去 稍微去研究一下 其实营建有分成代销 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展览中心 就是它搭了一个 蛮漂亮的那个 样品屋 借贷中心 对 借贷中心 那其实你如果说 仔细稍微去琢磨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抽那个趴数的 趴数的话 大概普遍 很少很少会超过10趴 很少会超过10趴 那我们去看到 这种代销的 比较具备代表性的是 2348的这个海月 代销龙头嘛 对 龙头 那其实2348的海月 我如果说有追踪好节目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 它的多空点是242 所以其实它在这一段时间 层级就是在这个多空点 一旦突破这个多空点之后 你有沒有发现 好像又进到了另外一个股票箱 那为什么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道 MA7D目前是在零走以上 可是它有没有真的要再往上攻击 我觉得就差了一点 目前的KD还压在50以下 如果说它的KD 能够去冲到50以上的时候 我觉得它再搭配它的营收 公布出来 好像又蛮不错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有那个力道 再继续往上去攻坚的 那当然跟它在PK这个 引荐谷股王的 大家应该印象对它还蛮有印象的 5508的这一个永性剑 对 之前飙过一大段就是看它 对…5508的这个永性剑 其实它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营剑谷的谷王 那后来因为这个主管机关的 这个降温的动作 有稍微 骨架有稍微在收敛一点 也温了一点点 那其实它是守在什么地方 守在它的多空点 197 这个197是怎么来的 你如果有追踪盘后的节目 其实对于这些 比较热门股票的多空点 应该大家都有这个印象 但是我觉得 第一个它的架构 目前还是在 MACD还是在零走以上 KD它降温的时候 有压回到50 那有没有发现 这两天好像又刚刚占到50 结果今天 一下子又拉到这个涨停板了 那拉到涨停板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那它公布出来的这个月营收 是不是非常非常亮眼 其实从1月到5月 现在要公布的就是6月 那如果说它6月公布出来的营收 相较于去年 还是非常亮眼的时候 有 今天最新公布出来的年增数字 有37% 前6月年增1.3倍 那真的是蛮厉害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最低最低都有两位数的这个成长 多有两位数的成长 那毕竟它是比较高价的股票 像今天又拉上去 235的话 它已经又创了这个收盘的新高价了 收盘的新高价了 所以其实如果说 我们站在实战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有没有一些 同样也是营建股 但是它的股价稍微比较亲民一点的 谁呢 谁呢 我帮各位去找了一下 我觉得能够跟它匹配的上的 这种成长率的 应该是这一档股票 5237的这个连上发 我们先不要去看它的架构 我们去看它这个 如果可以的话 导播可以帮我们这个地方 稍微去做一个方法 对 我让各位去看一下 这个叫做每个月的营收 这个是相较于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 有没有发现 都是三位数的成长 从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那现在公布的6月还不知道 但是至少前面五个月 看起来都是三位数的这个成长 所以相较之下它跟那个 我们刚才看到的5508 永信件 永信件其实不会输它 可是再来的部分我提醒各位 它现在的架构是怎么样 MACD虽然没问题 还是在零走以上 可是它的KD在前一阵子 有压回来 而且它那时候顿化完毕之后 回到50没有休息 直接来到了20以下 所以它修正的比较重一点 对 它修正的比较重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重点就是 是钉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这个KD 能够重新回到这个50以上的时候 注意一下这个夺空点 今天其实它已经有来 撞这个夺空点了 21块钱 那这个夺空点 如果能够撞上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搭配这种营收的一个成长 尤其是 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利空 出镜的那种感觉 因为之前大家很怕嘛 很怕就 这砰下去 这营建股整的真的倒下去 对 可是其实说真的 就营建房地产这一个东西 这有时间再慢慢的跟各位聊 它跟股票不太一样 因为股票你有涨有跌 有波动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房地产 你真的把它打到挂掉的时候 其实那个就是信用破产 那是谁信用破产 银行信用破产 那对一个国家是非常非常重商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有时间再跟各位聊 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不管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专心的来买 这些会涨的股票 专心的买这些会涨的股票 那我有跟各位去提过 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缺的不是名牌 缺的是实战的这种技巧 所以我今天帮各位去做一个分享的就是 好 这个实战分享 我是把它分享在这个178里面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对这个实战 对这些技巧有想要再进一步了解的话 各位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那扫描完QR Code之后 今天特别请各位按一下这个178 按一下这个178 因为我今天把我实战的技巧 分享来这个地方 加来按178 好 那因为今天牌面当中 很多中小型股的一个题材 虽好非电股都同步在做一个发动 但是关键的实战 操作的经验 还有怎么去找到关键发动的一个点位 来抓到接下来哪些题材 还有机会持续吸引资金来做进驻 这些关键的买点卖点的教学 可以在二号车拉圈图里面 有进一步的参考给大家 来做进一步的掌握咯 好 那等一下我来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说到了AI最够力的话题题材 我还是看西光子哦 这个上礼拜我们追踪的联军 果然间又再度冲高了 到底短视还能不能追 还有没有哪些抵挡家发动的股票 还可以做布局的 点回来请教杰帅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看一下今天是有点股汇脱高到 今天台币下半场贬蓄扩大 中场贬9.6分收在32.546元的价位 不过回到盘面请讲杰帅老师 杰帅老师今天的一个盘 是下半年度的开始 虽然有点上冲下写 留了一个上影线 但是其实我们看收盘 还是占到了五日线跟23000点之上 但看起来资金 有比较往中扫行股移动的感觉 所以现在关键还是看选股 对不对 是的 谢谢婷娟 首先今天这个行情 我们大盘稍微讲解一下 今天这个大盘是下半年度的 第一个交易日 第一个交易日 今天表现的是一个 上冲下写的一个行情 虽然尾盘有往下 比较弱的这个行情表现 不过最后 它还是收在这个23000点以上 以及守在五日均线之上 只要守在五日均线之上 它当然也都同时站上了 月线跟季线之上 所以整个结构来看的话 还是一个多头格局的均线排列 因为K棒的位置 还是在所有均线之上 而且在23000点之上 所以这算是一个下半年度 一个好的开始 我讲过了大盘 如果是维持这种现象的话 基本上它的多方的架构 是没有任何的败向 所以我们持续的看好后市 我个人持续的看好大盘的后市 不管涨到几点 24000 25000甚至于30000点 只要这个技术现行没有改变 我们就是这样顺势操作就好 当然现在的重点 还是要摆在选股上面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台北股市 各位操作的标的也是股票 所以股票怎么选其实很重要 我讲过你要选对股票 其实七个字就可以了 掌握这七个字选对股票 其实在台北股市里面 你就可以永远把它当提管机 这七个字我每天都一定会讲 趋势翻多有人买 总共七个字 怎么就找到趋势翻多 有人买的股票 这个方法我已经讲了两年以上 为什么可以一个方法 讲到两年以上 我告诉大家 其实一个方法只要正确的话 讲200年就对 不过比如说举个例来说 我们做人就是要认真勤奋 这个道理其实从古代到现在 已经讲了几千年 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一个对的方法 不管讲几年 都可以一直的来使用 当然趋势翻多有人买 一定要有一个判断的依据 我的依据很简单 第一个我判定一档股票 它趋势到底翻多了没有 我只会看它的MACD 到底有没有形成一个 所谓的黄金交叉 一档股票形成黄金交叉 MACD形成黄金交叉 代表说它的趋势一定翻多 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布局了 但是如果要它能够快速的 喷出涨上来的话 你还要去关注到底这支股票 有没有人真的有在布局 有人在买 那这时候就要看一下 这支股票它在趋势翻多之后 有没有出现突破整理平台的 红K棒 像这种红K棒都是点火的讯号 因为股票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股票是人在买的 有人买的股票它才会涨 这是一个很必然的道理 当股票涨上去的时候 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这也是必然的道理 而更多人关注的时候 请问会不会有更多人想买 所以很多标股都是这样 一涨再涨 涨得没完没了就是这样 越来越多人像滚雪球般的 来关注它 来买它 它就涨上去了 所以标股产生的原因是这样 好 问题来了 股票一两千支 我们也不可能说每支都去检查 看一下它MACD 看一下我们K棒 有没有突破整理平台 不可能的事情 任何人都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因为两千支实在太多了 所以一定要用工具 来帮我们快速的找到股票 所以我说现阶段最有效率的 选股方式 就是用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再搭配技术分析的逻辑 让我们急速掌握到强势标股 而且底部的起场 马上就可以进场 那在股票市场里面 到底有没有早知道这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是有 当你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其实很多股票 你都可以很早就知道 而且很早就可以布局 像我的节目 我说了 我是一个预告 预告性的一个节目 预告什么 预告标股的节目 我说这种节目才值得你看 比如说我们所讲的股票 都有预告过 我们今天一样的 跟大家讲三支股票 这三支股票 其实我都要在今天跟大家讲 下半年度 其实这些股票 你都可以做布局 比如说像第一档的中美金 5483中美金 看一下这支股票 为什么会推荐它 来看一下五月份 从MACD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黄金交叉的状态 那前阵子 大概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它有点稍微转弱 不过现阶段 我认为它开始又有点死灰复燃的味道 为什么今天这支股票 来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从AI的判定 其实在6月25号那一天 它就已经从小绿 有没有看到 这个有点绿绿的 小绿的部分变成红色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它的趋势重新 又开始搬多了 像这种趋势重新开始搬多的股票 我都会非常的注意 因为它都有可能是一个起涨点 而且我觉得这一张股票 今天会推荐的原因是因为 它现在其实还没有真的涨上去 它只有涨个2.2% 一支股票涨2.2%其实不算多 你会看到很多腰股 它都涨一倍 甚至于涨个80% 50% 大有这种股票在 那这种50% 80%一倍的股票 都是在趋势半度的时候 是最佳的一个 重压的一个买点 那当然这支股票 在它没涨上去之前 其实我就很想告诉大家 那个2024年的下半年 你要专门挑选这种底部 刚刚出现起涨去到的股票 那当然我说过了 我会预告就预告 这一支股票 我们在什么时间点预告 在哪里预告 在6月25号那一天 在我的Lite的一个粉丝团里面 我们这个粉丝团 其实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加入 因为每天我都会帮大家 找两支股票 像今天我也找到两支股票了 请婷娟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师今天每天都会公布两支股票 我今天已经公布了一支 九日期快支 一百多块股票 这些股票 我之所以会公布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让投资朋友 你们直接加入我群组之后 看到这些股票 可以直接布局 那布局之后 你会发现我在股评看起来 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都是大涨的股票 那如果说你都买到 我Lite里面的股票 然后我又在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代表你买进 就有机会享受到这些股票 所以我的用意在此 再来讲第二支股票 来之前有推荐给小资组 圆柏 这支股票它其实股价不高 只有三十几块 那当时推荐的时候 是在6月中旬的时候 请看一下 6月中旬的时候 为什么会推荐 趋势翻多嘛 然后密密码一大堆红黑棒 你有沒有看到 这些都是有人买的现象 那前些日子 它有一点点的 好像在整理 好像在消化 那这种情况下 很多投资朋友都被洗掉 但是我反而要告诉大家 真正的买点 都是在这些洗盘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标股 它好像涨了一段之后 然后会在那边 上上下下的整理 那是干什么 消化卖压嘛 消化完毕之后 其实基本上 它喷出的力道会更强 就好像我们每天大鱼大肉 如果你不给它时间消化的话 你的身体早晚会出状况 股票也是一样 不可能天天涨零板 当它在有出现 这个获利卖压出现的时候 只要不要是恐慌性卖压 基本上对于它的后市 都有先蹲后跳 喷出更大力道的这个可能性 那这支股票 我其实很早就发现到 它可以做布局了 在6月19号那天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趋势不太多 而且它跟刚刚我所讲的 第一档股票很像 它只有涨4.3% 所以各位小资组 如果你现在追求的是 比较稳健的操作的话 这一次股票原版 我其实有事先跟大家预告 也有跟大家推荐过 那预告的时间点 就在6月19号 各位就是上个月 今天7月1号了嘛 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已经在6月19号 跟大家预告 今天7月1号 我们再度拿出来讲 就是希望提高 投资朋友的注意力 那当然还有一支股票 它就联军今天就大涨了 那这支股票 其实我讲很多遍 为什么我会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因为它一直涨 一直涨一直涨 来各位看一下6月中旬 这支股票 如果你能够布局在这里 有资金的投资朋友听一下 如果你的操板资金 有300万以上 你们的脑袋在想什么 都很清楚 你们一定希望说 到底有什么方法 我可以把我300万的资金 都在这天来做布局 然后来赚这一段 对不对 你们想法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们没有找到 这个实战方法的时候 其实我说的 我会跟你做交流 来 各位看一下 来 AI的6月17号那一天 它就已经趋势半多了 到现在已经42%了 这吓死人了吧 如果你能够在6月17号那一天 重压联军 譬如说你的300万资金 500万资金 1000万资金 全部都做重压的话 以1000万来讲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6月17号到今天刚好两个礼拜 你的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就赚了420几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告诉大家 乱枪打鸟时代 真的已经不行了 你的资金有1000万 结果你去买20只股票 你会发现 还不如去买ETF 对不对 这个等于就是买ETF的概念 那这种情况下 我说你赚钱的速度会变得很慢 因为有些涨有些跌 那如何将你的资金 有效率的运用 选对股票 然后做重压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1000万能够压在 这个6月17号的话 到今天已经424万了 你干嘛要 去花精神买一大堆 不会涨 不会动的股票 对不对 那这只股票有没有预告 有啊 一样在6月18号那天预告 所以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加入买ETF之后 在6月18号那天你知道联军 是不是可以在6月19号 6月20号那时候 就可以直接去做这只股票 那今天你就可以看到 差不多三四成的一个 投资报酬率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买ETF 其实为什么你要加 你今天你会发现到 现在台面上所有分析师 每个人都有买ETF 为什么你要加入结帅的 因为结帅会给你的资讯 都是预告性的一个资讯 比如说像大盘的 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未来会怎么走 我每天都会提供一份 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至于每天下午三点的 这个直播教学影片 你一定要看 这个资金部位比较大的 我指的是300万以上的投资票 你更要看这个节目 因为我刚刚讲了 所有有资金的投资票 你们都很希望说 我怎么样把资金 能够布局在6月18号那一天 而且是全部 全部的资金都直接去买联军 这个方法 实战的方法 在直播教学当中 都有很详细的实战 操作的一个教学 是实战操作 不是理论操作 不是理论教学 是实战操作的教学影片 那今天两支股票 请大家去看一下 九十几块跟一百多块 今天看了 明天就可以布局 怎么加赖 来 两个方法 来 赶快 时间快结束 剩一分钟 拿出你的手机 对准这个QR Code 给它扫下去 5到10秒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看到我 再来第二个方法 透过我们ID 去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那加入之后 有一个重点 一定要跟大家做报告 我今天的直播教学影片 我讲的是实战 操盘教学影片 这个实战操盘教学影片 我每天都会做一集 每天都会做一集 因为这个股民开讲时间 比较短 只有十分钟左右 我想要讲的东西 真的很多 操盘的技巧 我想要讲都没时间讲 所以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直播教学当中 有更详细的说明 那你只要加了我的LINE之后 赶快回复888 我就会把今天的 这个影片的连结 传送到你私人手机的LINE里面 你们就不用在那边找来找去 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连结之后 然后做什么 点下去 看一下我今天的影片 到底讲了什么重点 那这个就是你要学的 实战操作的一个影片 那至于记事本里面 有两支股票 我再讲一遍 一支九十几块 一支一百多块 不要再错过了 每天我都不放 就在大众们认识找股票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人工智慧的玄谷教学影片 今天已经做好了 只要各位直接加LINE 再回复888 我们就会把资讯 传送到各位手机的LINE里面 欢迎各位影响的来加LINE 好 最近看起来 行情都还是中小 玄谷表现特别火热 哪些标股 现在已经在蓄势再发了 这可以再结束 老师LINE群组里面 每天都有相关的 一些技术分析 还有一些个股的预告 在群组里面 使用给大家做进步的盘调